今天七早八早的星期来 要搭那个旅行车去大竹石科 早六点多七点多就要准备了 好累啊 导游已经到了 所以我们在天明登记 就要上那个公车了 是公车吗还是旅游车 下车了现在到达了那个 昌州古镇的景区这边 好像冷冷清清的样子 没什么游客 昌州至现在 到达了这个北山时刻 有什么游客 中国很多景点都是要爬楼梯的 因为都一直在爬楼梯爬楼梯 终于爬到上面了 就有一小坡的路 现在要进去里面看咯 走吧 北山时刻磨牙照相 是在唐朝时代开始建造的 佛像都是用人工一个个的在山洞或者山崖边 炸出来的 但经过千年的风雨 这些雕刻品都已经破旧 敞烂了 有些还被人家破坏 有些是被偷到了 所以现在只剩下一些可以保留下来 北山时刻的石雕 没有那么的壮观和新人 如果时间不够的话 就不建议来参观了 我做的这个旅行团 我发了一趟的正餐午餐 所以现在去享用午餐 就上保顶山大主食客 吃饭了 来到了这个保顶山大主食客的景区入口 现在要走进去那个检票区 好漂亮哦 这边很空旷 而且很少游客 就感觉非常的清静哦 保顶山时刻也是在唐朝开始建造 建造这些雕像的工匠 有考量了很多环境因素 建造了很精密的排水系统 所以时刻的受风雨侵蚀比较少 也保留的比较完整 而且也很雄伟壮观 加上政府的大力保护 现在已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虽然时刻的范围不会很大 但非常值得来参观 工匠们都是以雕刻来说故事 建议就是要有个导游 可以讲解每个时刻的历史故事 上方太阳光元 成为了学生 在亚人徒 成为了学生 我们在学生 领域 特别来做 我 commencie 想聊天 那些儿 我来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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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你 我来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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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重庆美金洪崖洞 到达重庆美金洪崖洞 后面全部已经是开满了那个 荧光灯非常的美啊 哇好漂亮啊 现在我们进去里面看一下 洪崖洞 洪崖洞 这上面有点是卖市 对 看你怎么想的 看你怎么想的 又见到我的重庆朋友了 他在介绍着一些重庆的一些 什么重庆的一些丰富人情的东西 这些店面的什么由来之类的 好多人在买那个印度煎饼 而且其实卖的好贵有一片印度煎饼 差不多要18元人民币 就是马币 20元人民币 马币差不多要14块 我们马来西亚才一片煎饼才一块钱 现在要来这边 这已经吃晚餐了 他已经准备好给我们了 看 哇 那么浪漫的地方 还好吧 没问题 还多一段 小菜 吃晚餐了 他们订了一个套餐好多菜 好多菜 非常的丰富 这个一定要摆 这个把丝茄子 然后它上面是糖 然后这样拉开会有丝 把丝茄子 是不是把丝茄子 精神的茄子 一下 现在没有很多吃了 这是那种麻辣鱼 麻辣鱼 对 很嫩很嫩的麻辣鱼 很嫩 感觉好辣哦 放很多花椒 特香 这是双椒兔 鸡 鸡 不是兔吗 尖椒鸡 我们吃吃 一号 然后它虽然 虽然是薄薄的 但是它很大 比脸还要大 比脸还大 然后这是天食 天啊 然后这个是那个 刺宫的 刺宫那个叫冷吃兔 就是蜡子鸡 蜡子鸡那种东西 然后它是兔肉 它是冷的 它是冷盘 它是冷盘 然后这个是那个 凉粉或凉脂 麻辣凉皮 凉皮 辣辣的很好吃 这个是青菜 青菜没介绍 青菜 没有什么名分 阿爸 开工吧 空的 是空的 是新的 但这个很难弄的 它是炸 一小块 炸这么大一个 然后里面是空的 然后炸这么大一个 很难炸 对 那牛肉 很嫩 很嫩 非常嫩 非常的嫩 很好吃 可是这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咖喱牛肉吧 日式咖喱牛肉 可是我超喜欢这个 晚上好哦 现在差不多要入睡了 明天也要七早八早起来 准备去仙女山咯 又是去玩雪的一天啊 现在啊 刚才买了一些零食 就是明天准备在那个 旅行车上面 吃的 因为路程蛮远的哦 就是这个 这个很好吃哦 我很喜欢吃 可以当早餐吃 就是有那些 花生啊 还有一些什么 一些豆类的之类就是了 然后我在那边看到了这个 诶 这个是我最喜欢吃的一个零食 注意看它这边写了什么 正宗马来西亚风味哦 知道它味道跟马来西亚的一样吗 我最爱吃的 然后这个是那个 三扎饼 也是我最爱吃的三扎饼 所以买了这些 好咯 现在准备睡觉了 明天要六点起床 准备去仙女山